明天就是双十国庆 台股呢今天也上演了这个庆祝行情嘛 在开盘没多久就涨了将近百点 不过后继无力收盘只涨了十一点 还是没有占回九千大关 是不是受到了黑心油的风暴影响呢 马上连线华信分析师温伟杰 伟杰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伟杰这个明天就是双十节 但是呢却连九千点都还是无法收复 那国庆过后呢 这个台股的盘是强弱要观察的那些指标 好 我想目前整个加权指数走到这边 今天早上大家应该都很高兴 很少见到加权指数能够在一个 美股的一个基地之下开盘开这么高 甚至一度开高走高 让大家看到了将近百点的一个涨势 可是因为接下来我们曾经提过 在整个大盘的结构当中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在成交量 那以目前的这个成交量来看 甚至连早盘整个成交量的 供给量都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放大 所以说其实在开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开始 缓步的一个向下走低 那当然也受到了国内整个 虽然曾明中主委射出了 所谓的第四件 但是其实这些第四件的内容 确实跟我们财政部的这一个大户条款 是有所相违背的 那是不是在这一个地方呢 出现了一个内支的一个出走潮 其实也影响了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加权指数 在开高之后 缓步震荡向下走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今天来讲 整个盘市的格局来说 重点还是在于 我们还是看到了整个政府的积极护盘 尤其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如果能够看到 在礼拜一的时候 能够守稳在8860的一个低点位置 那当然台股在短线上 是有一个多方攻击的一个契机的 那么最主要呢 还是在看到电子类股当中的一个止跌 甚至配合金融类股 能不能够双箭头持续转强 这都是接下来整个加权指数 能不能够翻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伟杰你刚刚说这个观察指标 是不是内置的粗走潮 让今天好像洗三温 我的黄本 首先我们可以做